虛擬貨幣是可以投資的嗎 各位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486 歡迎收看這一集的486隨便聊 我們今天來聊一個就是什麼 比特幣 這幾年非常的火紅 就是虛擬貨幣 其實說到虛擬貨幣呢 我這幾年也在我自己個人的臉書 也不斷的呼籲大家 這個東西真的不要去碰 那當然 因為現在呢 我也是一個小小的Youtuber 我這個頻道呢 現在只有兩萬多人追蹤 但我也很開心 因為現在這個 Youtuber 要做 真的因為太多了 不容易 所以我也是非常的開心 但是我是覺得 今天我還是有必要 再做一個完整的一集 來跟各位解釋一下 虛擬貨幣的可怕之處 來 不囉嗦 直接點重點 比特幣的走勢圖 為什麼會有這種虛擬貨幣呢 那是因為在2008年金融海嘯的時候 就有一些人他就覺得說 我們為什麼自己的財富呢 是由政府來決定什麼 利率 匯率什麼東西 必值 必別 我們難道就不能有一種東西 他們有一個夢想 就是去中心化 去這些政府 然後可以怎麼樣呢 可以不受這些 各國的約束 各國的東西 然後能夠很平穩 保證你的財富 所以那時候就推出了那種虛擬貨幣 當然什麼什麼細節 我們就不去講這個東西 但是他的可怕是在這邊 從2008年他開始的時候 哇 然後怎麼樣 大家就開始買 然後就開始上漲 等等跑跑跑跑跑 一直跑到什麼呢 一直跑到2021年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得到 那時候大漲對吧 那時候大漲漲到多少呢 印煤大概是6萬塊美金左右 結果忽然又跌了一下 然後大家心裡跌了一下之後 結果呢 哇 很多人預言他就是會暴跌 他就會死掉 結果他就爬起來了 然後爬起來之後呢 又到了怎麼樣 6萬5千塊美金 結果啊 這個最近呢 就一直一路一直跌一直跌 跌到今年5月的時候 你看6萬5千塊美金 印煤只剩多少 只剩下2萬塊美金了 所以呢 買這些人呢 買的這些人 他的資產就大幅的縮水 這是不是很恐怖 好 那這個是那個比特幣 就大家一般比較常見的 另外一個呢 也是在台灣呢 也蠻有一點名氣的 叫做什麼 Lunar幣 那這個Lunar幣呢 叫做穩定幣 很多人就給他取了一個 很有很棒的名字 叫穩定幣 哦 感覺怎麼樣 很安定人心對不對 然後呢 他是號稱跟美元來掛鉤哦 而且哦 他們在推出的時候 他們的創辦人呢 就保證就是說啊 每一年呢 你都有20%的獲利 哇 那個投包率很好耶 100萬美金放著 每一年就會有20萬美金的一個收入耶 對不對 所以呢 他一推出來之後 哇 你看 狂漲 漲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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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吸引到非常多的投資人 把我們手上的錢呢 都丟進去 尤其你看看 那個在後疫情喔 在那個疫情跟後疫情時代呢 那很多人就怕那個那個東西啊 因為全球的那個金融啊 物流業啊 各方面製造業啊 都大亂 因為那個武漢肺炎的關係 所以很多人趕快把這個錢呢 投入投注到這個地方 那這個都怎麼樣 都只有漲不會跌 那20%的那個獲利非常的好 結果呢 你看看這個穩定幣 它發生了一件什麼事情 印鎂喔 一個單位是68美金 所以呢 在今年5月的時候呢 它發生了一件事情 就是有一個人呢 他把手上很大量的這個LUNA幣呢 拋售了 結果一拋售呢 引起了大家的恐慌 大家也趕快跟著拋售 結果在三天之內呢 他印鎂的價格從68美金 68美金 然後呢 變成多少呢 0.00027美元 你看看這真的是人家講說 輸到脫褲子 他真的是脫褲子脫褲子 把褲子脫下來 好歹還有一條兔子 他這個脫褲子連褲子都不見都被人家搶走了 0.00027美金 這是什麼概念啊 所以你看看他這個什麼LUNA幣 什麼跟美金刮鉤他有多穩定 這根本就是騙人的 然後他們後來他們創辦人也自己出來承認說 沒戲唱了玩完了這個已經不可能再玩下去了 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到喔 他這個他這個虛擬貨幣呢 他根本就是怎麼樣 根本就是喔 非常非常危險的 根據一份統計啊 這個基本上呢 在全世界的富豪啊 有錢人啊 大哥經濟能力也算不錯啦 百分之九十的人呢 都認為這些虛擬貨幣呢 都好小耶 都是騙人的 都是詐騙的 講真的 我從以前我就認為他就是詐騙的 而且我還認為呢 之前那個比特幣呢 是方便中國啊 那些特權 那些有錢人呢 洗錢之用 因為中國呢他是幹嘛呢 他是那個管制他的外匯喔 你在中國賺到錢 可是呢那個錢只能怎麼樣 在中國花 你拿不出來 你沒辦法移到美國 沒辦法移到台灣 沒辦法移到日本 移到歐洲 都沒有辦法 但是呢 你用虛擬的這個貨幣 你在中國花了那個錢 買這些虛擬貨幣 然後呢 你到美國 你到歐洲 你到台灣 你再把這個錢呢 轉換成當地的幣值 你不就有這個漏洞 然後中國共產黨 也沒有辦法去管理嗎 所以我在之前呢 都一直覺得 他就是洗錢用的 你知道吧 或是說一些犯罪 一些罪犯 他們想要洗錢 用這個東西就很方便 那 還有喔 我跟各位講喔 你看看喔 這個就很神奇了 你看比特幣 我一直認為喔 他那時候在最高點的時候呢 故意蕩下來 他就是給大家 怎麼樣 讓你覺得說 欸你覺得他崩了喔 對不對 你覺得他崩了 欸他又爬上來了 所以他下次再崩的時候 萬一他沒有辦法控制住的時候 發生一些狀況 人 那個大家信心呢 不會崩盤 所以你看他掉下來的時候呢 然後到底怎麼樣 這邊又小小的爬了一下 有沒有 又小小的爬了一下 所以如果你那個時候啊 你覺得喔 那個是低點 你要來承接的時候 你的錢就被套在這邊了 因為再來就怎麼樣 一路一直跌一直跌 OK 好 所以我們來講他是詐騙 為什麼他是詐騙呢 第一個 我跟各位講一個故事喔 我一個朋友的弟弟呢 前幾年退伍 退伍之後呢 然後有一天呢 他的同梯就來找他 就很開心就在那邊聊天 聊著聊著 他的那個同梯呢 就告訴他說 那個他也還沒有找到工作 但是呢 他有投資這個比特幣 有投資那個什麼狗狗幣 有投資日本的什麼什麼幣 我也不知道 反正呢 他每一個月呢 大概有6000塊台幣的一個利息的收入喔 然後那個我朋友他聽了就說 欸這個也不錯耶 這個投資報酬率還不錯耶 所以後來就回去跟家裡啊 要了一點錢什麼 也跟著他買 然後呢就用手機APP在那邊看 哇那個這個月果然發了6000 然後就怎樣這樣 就虛擬的在那個手機上 看得很開心 然後他就確實說 真的也有拿到耶 所以他們家呢 就怎麼樣 就花更多的錢 把這個錢投入到這個虛擬貨幣上去 結果呢 錢投進去後來過了一段時間 突然覺得這個APP 奇怪怎麼沒有更新了 當掉了也登錄不進去了 然後呢 趕快去找他的那個同梯的 他同梯也很緊張說他也進不去 後來才發現呢 那個根本就是個騙局 好 那你之前在那邊看那個數字 好像賺到6000塊啊 賺到12000啊什麼的 事實上你也沒拿出來 你也沒有領出來 對不對 所以他就告訴你 就是虛擬的 就龐式騙局 畫一個框框 告訴你這個東西 所以啊 我在這邊講說是詐騙 那為什麼是詐騙呢 你看看喔 他匯款投資呢 那個虛擬投資 那個虛擬貨幣 結果呢 什麼就那個什麼 就不見了 就變成警示帳戶啊 或者什麼 所以你這種東西要 我就特地隨便找一下 就一大堆這種詐騙 給各位看 我就不去那個細講 然後再來的話 就是他的泡沫畫 那你們可以看得到 我們剛剛講 全世界最受歡迎的這幾個 就泡沫畫的這個問題 非常的嚴重 所以 那個 我們可以看得到 這個東西呢 他是非常的危險 為什麼危險呢 我們來看一下 他的風險性 他有哪一些 來 請 給我一支筆好不好 這個 手上呢 有一支筆 感覺這才是 能夠顯得我的專業 那也講起來 比較不會心虛 第一個 虛擬呢 他是沒有法律的約束啊 各位 他沒有法可以管 沒有一個政府 沒有可能 所以你永遠搞不懂 他到底是怎麼回事 第二個呢 後來證明了 虛擬的貨幣價格波動呢 他也沒有辦法去監管 對不對 例如說我們買股票 股票的話呢 不管各國呢 都會什麼去查 你有沒有內線交易 你有沒有黑幕 對不對 你有沒有那個案盤 等等的 有的話呢 就會被幹嘛 就會被起訴 被繩之以防 但是這個東西 你也搞不懂 他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他為什麼這樣 不知道 他為什麼 不知道 你也搞不懂 然後呢 投資人持有這個虛擬貨幣呢 他只是單純在什麼 賭 賭什麼呢 賭他的價格會上漲 以前虛擬貨幣 剛開始出來的時候 大家是認為說 他可以保值 這是很單純的一個觀念 可是我們可以看得到 後來呢 不管全世界 不管任何種虛擬貨幣 他都是幹嘛 都告訴你說 他有很大的上漲的空間 他可以讓你賺取到 非常大的一筆金錢 所以每一個人都在賭 他不是在看什麼東西 你也看不到什麼東西 但是我們現在可以看得到呢 賭的這些人呢 每一個都沒褲子了 好 再來就是 虛擬貨幣的風險 沒有人 能夠來幫你過濾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那個 他的這個風險 就像我剛剛講說 他為什麼漲 他為什麼跌 沒有一個人知道 他的原因 他的理由 對不對 你永遠都不知道 所以這個也是非常大的風險 投資前 你並沒有辦法去做研究 那前面呢 大哥有說 我有去投資台灣的一些 那個公司的股票 那大哥呢 也有投資美國的公司的 那個公司債 也花了 各花了都好幾億元在上面 那我要去買這些 不管台灣或者是美國的這個股票 或公司債 我都會怎麼樣 我都會去做功課 我到底是要買那個固特一輪胎好呢 還是我要買福特汽車呢 福特汽車感覺好像競爭力 似乎沒有 Toyota好 但是好像又很強 因為美國政府好像又一直在 support 他 那還是說來買固特一輪胎吧 只要是有車 他一定最少就有四顆輪胎 對不對 四顆輪胎他跑跑跑 他一定會磨損 那磨損他一定就得換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可以去做什麼 做事前的評估 對吧 才決定說 要買這個 還是要買那個 等等 可是這個 那個虛擬貨幣呢 你眼睛 都完全都不知道要看哪裡 你也根本都不懂他 所以啊 你沒有辦法去評估 再來就是呢 他的風險跟他的獲利呢 是一模一樣大 確實 之前有人因為怎麼樣買這些東西 他賺了錢 這確實是真的有 因為他在高點的時候 他就下車了就賣掉了 但是呢 有一樣的很多的人呢 是什麼樣 就跟著他一起下滑下坡 然後呢 那所有的身家財產 通通都沒了 尤其我們剛剛說的穩定幣 LUNA 幣對不對 那個 那個0.000 我都懶得數了 那根廢紙 那個還廢紙還有一張紙耶 他那個虛擬貨幣 那個你手機上的M 那一組程式你後來都還跑不動 第七的是什麼 他這個幣圈呢 複雜 而且那個混合許多的詐騙 就像我剛剛所說的 就是那個有很多其實都是假的 他也不是什麼正派經營 他根本就是來詐騙 而且這個詐騙 我要跟各位講 根據統計 80%的都是詐騙 在網路上 然後他還有一個很大的風險 就是駭客的問題 那這一兩年呢 日本呢就發生了很多 日本發行的這個虛擬貨幣 然後呢 一夜之間 那所有的那個投資人的錢都沒 都不見了 這個也造成日本非常大的一個震撼 所以跟各位講 那個如果你有錢 如果你想要投資 投資請從什麼 正確的交易所 正規的交易所開始 不要去弄這些 阿薩布魯 本節目由486團購提供 最新最棒的家電 現在就上486團購